按一个确定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第三 再来的话就是第二 第二的部分我们就切换到股票的配股 然后利用业绩去计算什么呢 这个分配股数 首先的话我们要怎么去计算这个分配股 它这里有要求说以业绩 就是它嘛对吧 以业绩搜寻配股数量表 配股数量表在这边 配股数量表里面的配股数 配股数它到底配股多少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方式呢 这边是对照表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利用 这个VLOOK函数去做就可以了 那最近使用过的按确定 首先的话第一个呢 我们VLOOK里面呢 要看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的业绩部分 那业绩部分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好我们再先取消一下看一下这个配股 这个配股的话呢 业绩这边以万元对不对 为单位 可是这边有没有一万有没有 所以必须要怎么样呢 两个相差多少 一万嘛 所以呢你在做查询的时候呢 必须要把业绩除以多少 一万 才会查到正确的 否则会查不到正确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然后先把它除以一万 所以除以一万 除以一万对照表是哪一个呢 对照表就是配股数量表 因为我们刚刚有定义过 所以直接按一个F3 F3之后的话会出现配股数量表 自动产生 对照表就不用去这边选了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尤其是跨工作表的时候 这个定义呢就非常的好用 那我们要取得的是 第几栏的资料呢 1 2 3 所以是第几栏 3 所以这边的话呢 输入3 那要不要完全比对呢 这边不行完全比对 因为它只是找接近的 找接近应该是输入1 特别注意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就找出它的分配的股数了 接下来的话呢 第一个就完成 这个第二题就完成 第三题的话呢 现金股利 那现金股利的话呢 它就是要我们用计算 那计算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在这边用等号的 直接等于 等于什么呢 它这边有公式 原有股数 那怎么 原有股数的话呢 直接按F3 直接找原有股数 有没有 有 按确定 再加上什么 F3 加上这个什么 分配股数 所以你找到分配股数 分配股数 有没有 有 确定 然后呢 再除以多少呢 除以它后面有一个叫什么 总发行股数 所以按一个F3 总发行股数 总发行股数 我们刚才有定义一个嘛 对不对 在这里 确定 然后呢 再乘以多少呢 再乘以 这个 分配股数 所以再按一个F3 分配股数 找到了 按确定 那特别注意哦 最后这个按打勾会有错误 为什么 因为要先加减后乘除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先把 这个加的部分呢 刮号起来 再除以 这个后面的部分 打勾才会正确 那点两下 这样的话呢 就会得到 这个所谓的现金股 那这一题基本上呢 都是用F3 来做的 我刚刚讲过嘛 如果你 你这么比较复杂的对照表 有的时候你自己也分头了 所以如果用这种对照 按F3对照表的话 会比较容易一点 你用选的就好了 用选的就好了 再来的话呢 税率部分 好 感谢观看